想起的那个什么 我是那个益生菌 不是益生菌 当时是给他们讲一个 这个主动脉的 一个瓣膜的疾病 然后呢 当时就讲到 什么样的情况下 病人会得这个病 然后呢 因为我们很多 有的时候在跟 我们医学生讲课的时候 我们以前听课 是很容易打瞌睡的 因为要学的东西 实在太多 这点陶子人是 最了解的 因为大家都是过来人 所以呢 我们去给我们的 学弟学妹们去讲的时候呢 可能就要想办法 变着烦地去跟他们讲 如果你是一个细菌 你喜欢什么样的病人 然后我就在台上 我说 大家看 我就是一只酵母菌 酵母菌 我喜欢待在 有受损的瓣膜身上 我喜欢待在那个地方 血流不是很好 所以你的白石包过来 不会打到我 能够让我定制下来 然后我才能开始 一口口地咬你的瓣膜 当时是这么讲的 所以可能这个 被我们林薇薇 直接就自助了 很形象 对啊 我想起了我们小时候 看了一个广告 什么 我们是海冲 我们是海冲 陶水陶水陶水 暴露年纪了有点 你看这边一脸错愕 大家都 都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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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